俗哥说电影 今天给大伙聊一部 美国的科幻片雷射小队 影片一开场 某外星种族安特伦斯 给美国军方发来了消息 说有另外一个外星种族狼族 要对地球发动战争 他们愿意无偿向地球人起估毛路 安特伦斯已经为地球人 准备了一样礼物 是一套超能装甲单兵作战装备 由于路途遥远 这套装备和狼族一样 想要到达地球还需要很多年 为了能挑选出适合这套装备的战士 美国军方打算从娃娃抓起 培养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冠军 经过多年艰苦的训练 冠军哥不负众望 成为了一名完美的战士 现在就等那套超能装备到大地球了 这套超能装备分四个部分 超智能头盔 能够超音速奔跑的飞靴 能够抵挡任何攻击的神盾 和杀伤力极大的激光炮 不仅如此 这套装备还能够隐身 可以说已经武装到了牙齿 完美的无懈可击 可天有不测风云呢 就在军方和冠军哥 准备迎接装备的时候出事 那一架负责运送装备的外星飞船 居然被过气的橄榄球运动员 毛弹叔的窜天猴给射下来 目击此次事件呢 还有当红球员小白脸 不得志的警察忧郁叔 和毛弹叔的好机友逗逼格 四位屌丝哪见过这种事 都非常的好奇 哥四个正瞎分析的时候 飞船的舱盖突然打开 这里面就出小白脸的好奇心最终 首先把杀伤力极大的激光套 套在了胳膊上 其他几个人一看就不客气 毛弹叔穿上了飞靴 逗逼哥戴上了头盔 而忧郁叔则套上了 可以抵挡任何攻击的神盾 而且最神奇的是 戴上之后就再也去不掉 而就在这个时候 提供超能装甲的外星人的 全息影像出现 外星人说一场大战争等着你们 狼族人非常的强大 这套超能装甲 能帮你们战胜对手 好好看 不然地球人都在那盒玩 接下来四个人开始吓倒霧了 小白脸一炮就把优育叔的警车也干翻了 把其中一个轮胎都扎上了去 本来瘸腿的毛弹叔穿上飞靴之后 腿脚也利索 跑起来比野狗穿大一块 逗逼哥说 各位啊 头盔告诉我 说咱马上要面临一个迫在眉睫的危险 逗逼哥的话音刚落 一帮美国大兵就杀到了 不容分说就把这四位给活捉了 优育叔的闺女大眼眉在电脑上 看到了小白脸上罕的图片 而各大新闻媒体 也把这四位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小白脸还给他们这帮乌合之众 起了个响亮的名字 叫雷彻小队 军方领导王大白说 五天内会有一个外星狼族战士到达地球 到时候他会跟穿着 超智能装甲的冠军哥决斗 这次的决斗非常的重要 一旦输了 咱全都得交翻票 毛大叔说 那我们把这装备给冠军哥 让他去跟狼族战士玩命 我们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 忧郁出说 这玩意要是能去掉 咱也不会来这 王大白说 这个装甲内置有保护性 对于激活他的人 他会自动启用基因匹配模式 换句话来说 这装备已经成为你们身体的一部分 由于无法从他们身上取下装备 王大白只好改变脚 开始对这四个人进行训练 到时候让他们去跟狼族战士决斗 拯救世界的众人 从此刻起便落在了 这四个特不靠谱的屌丝的人 这次的突发事件 让冠军哥非常的失落 这哥们打小就接受了严酷的训练 为的就是有一天能够穿上这套装备 跟狼族来一场仲惯战 做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 可现如今一切都跑浪了 不仅如此 王大白还要求他去训练那四个屌丝 那冠军哥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 转过天训练正式开始了 冠军哥说 天降大任于饭头 你们得给我好好整 可这四位整天好吃懒做 哪受得了这个 把他们折磨的是筋疲力 死了心的油 到了晚上 几个负责警戒的美国大兵 正在闲扯淡的时候 狼族的先头部队突然出现 这几位好奇心中 急忙跑过去一看究竟 而就在这个时候 狼族研发的寄生虫 突然就上了他们身子 很快就把他们给精神控了 由于受不了残酷的训命 忧郁叔等人趁着月黑风高 从军方的基底撒得撩了 为了找到忧郁叔等人 被狼族精神控制的四个美国大兵 把忧郁叔的闺女大眼妹给绑架 并且把大眼妹也精神控了 狼族的将军大突嫖得知此事后 火冒残量 决定利用核弹跟狼族来一场住户战 毫不知情的小白脸 把他们的藏身之处 告诉了自己的女朋友大眼妹 很快大眼妹单枪匹马的杀到 被精神控制之后 这大眼妹功力大增了 把这四位揍的是屁股尿流 最后毛袋叔利用飞靴 把大眼妹给困住了 小白脸从大眼妹的脖子上 取下狼族的寄生虫之后 马上就发生了爆炸 随着光当一声 犹豫出前妻的房子 便无影无踪了 紧接着是一场追逐戏 四个屌丝跟四个 被狼族精神控制的 美国大兵展开了婚战 最后居然完胜了美国大兵 而就在这个时候 狼族的飞船团杀刀 狼族站着说 我们马上就要跟你们 这些笨蛋开战 到时候你们全都在立合派 针对狼族的入侵 电视台记者采访了 著名的物理学家 物理学家说 从理论上来看 我们的确是要快完蛋 本来小白脸等人 想临练脱逃 可他们发现 老百姓对他们 寄予了厚望 拯救世界可是个大火 这事要是办成了 那他们马上 就会从无名小卒 变成大英雄 而且将军大兔嫖 那边已经越越入世了 如果他们再不出现 大兔嫖就要发射核弹了 到时候生灵土产 会有大批的老百姓 为了保护地球 拯救世界 四个人鼓足勇气 来到了战场 狼族战士从飞船里 一出来这帮人才发现 对面那位居然穿得 跟他们是一模一样的装备 狼族战士一阵阵的冷笑 当时就把这几位给吓掉 原来这并不是一场 真正的战争 而是一场星际联盟的救援赛 冠军得到奖杯 而失败一方的星球 将被毁灭 这是一场为了荣誉 而生存的比赛 双方都没客气 都想第一时间 把对方置于四地 影片的最后 在冠军哥的协助下 雷射小队终于战胜了 狼族拯救世界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 唐诗压经 外星生物太混蛋 总到地球来捣乱 武器看着挺牛掰 最后还在这儿办